大家好,我是小琪Kairo 一般人来到嘉义大部分都是把她当作去阿里山 或是心中恒的中间站 其实嘉义市有很多景点和美食 是值得你停留的 尤其是嘉义火鸡肉饭 好,汤都可以加了 民主火鸡肉饭是Kairo世心爵的第一名 但是她排队的客人太多了 目前为止我只吃过一次 每次来到嘉义都有新的火鸡肉饭体验 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正同火鸡肉饭 也许因为嘉义天气炎热 所以他们凉拌的菜色做得非常到底 谢谢 谢谢 我要吃的 它是在牛肉肠上 煮到牛肉肠上 烤肉肠上 牛肉肠上 牛肉肠上 肉肠上 牛肉肠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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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糖 接下来我们就赶到民族火鸡肉饭 去买他们的强项 油冲书 才下午没多久 就已经有很多店 已经全速售完休息了 好在这间经营60年的古早味冰店 还没有打烊 在夏天卖中和八宝冰 冬天的时候会卖汤圆跟鸟 中正路上走走逛逛 顺便买一些伴手礼回家 这个咖啡 哦这个一整颗的 价500块 晚上我们来了这间才开业一年多 但是平价却很高的 意大利的西式餐厅 一开始我们是觉得价位有点高 但是它整体的用餐环境和食物的美味 让我们觉得这一餐还蛮值得的 就这样我们在价义市的缓慢节奏中放松心情 品尝了一顿轻松自在的美食 我来嘉义这么多次了 从来没有买成功过 阿富网师楼卷 而且一次还限购两条 排我后面的大姐 因为要帮朋友买 只好再去排第二轮 好 要把什么东西过去了 好 要把什么东西过去了 这间排斗书名店 也是在地经历超过70年 因为天池排斗书每天现场 常常一出乳就被买了 这间王家祖传牛杂汤 能够吃到也是要靠运气的 在牛杂汤对面的菜家羊肉 也是非常有名的摊 很多人夏天那些喝汤 是夏天凉水喝多碗的要吃一些 其实就要 要浮一下 像这个羊头 也有人买一整个的 市场里面的 用井隆辣椒酱 用井隆辣椒酱 这是我每次来嘉义 都一定会去吃和逛的地方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还请您按赞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 你们觉得哪一个市场好玩呢 麻烦告诉我们 每一种都可以吃看看 摸鱼做什么 好 最好的 所以 在垂的里面 中文贵 感谢观看